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柳氏四十岁时丈夫病死 儿子黄毛生多病磊弱 便给儿子娶妻充喜 儿媳妇是承娇装护人家的女儿 名叫杨青 可谁曾想到 儿子娶妻不久也命归黄泉了 黄柳氏与儿媳杨青都正当风华艳资之年 却不得不独生寡居 婆婆黄柳氏水性洋花 品行不端 惹人非议 一次去武台山进乡 见一位尖嘴猴腮的人尾随其后 他先是不予理睬 进入庙堂之后 跪在地上烧香时 那男子也随之跪在黄柳氏身边 偷偷伸手凝了黄柳氏的大腿一把 黄柳氏非但没有责怪 却反而朝他打言一笑 那尖嘴猴腮的男子名叫陆大 原是太原城内的无赖 整日游手好闲 跟随附家公子仗势欺人 采花弄柳 此人犯了人命案后逃到了武台山 在山上涉挂滩骗人钱财 陆大见黄柳氏风流娇艳 一身窈窕身姿令人着迷 于是他便尾随而来并向他挑逗 后大原本只想挑逗黄柳氏一般 不曾想黄柳氏确心随人愿 不经陆大多方勾引 就与陆大夜宿鸣散 从此以后 二人便私底下频繁往来 成了一对地下鸳鸯 一天夜里 黄柳氏又与人有约 外出久久不归 而其杨青在婆婆屋里等待 夜深人静还不见婆婆回来 杨青十分困倦 便俯卧床头睡了过去 半夜里陆大翻墙进入院子 捏手捏脚进入黄柳氏房中 陆大摸黑朝床扑去 正要飞离杨青之时 黄柳氏正巧回到家中 并且撞见了这一幕 杨青又羞又恼 奋力挣脱后打了陆大一记耳光 随后又大吵大闹 要拉陆大去衙门见官 陆大见货还错了人 想说清楚他是来找黄柳氏的 哪想黄柳氏顺手抓起一把板斧 朝着陆大迎面砍来 陆大吓得夺门而逃 陆大一边跑一边骂黄柳氏不是人 明明是他约自己来的 却出尔返尔 半个月后 黄柳氏重新找到了新欢 那人长得英俊潇洒 且家中颇有钱财 陆大得知此时候十分嫉妒 但他又对黄柳氏恋恋不舍 于是又来黄柳氏家里找他 杨青见陆大再次登门 气恼地上前抓住他就要喊人 陆大苦苦哀求 说明了他与黄柳氏在五台山相遇后私会的事情 杨青此时才知道那天晚上是一场误会 于是就放了陆大 并要求他不准再来家里 当天晚上 清晰的杨青发现婆婆屋内又有了异常 于是悄悄溜到婆婆的窗下 杨青用手指头弄湿窗直 从抠开的小洞中往里看去 只见婆婆与一个男子正在房内轻轻握握 那男子正是厚装酒店的掌柜毛琪 毛琪长得年轻俊秀 年纪比黄柳氏小五岁 平日里也是个喜欢沾花惹草的主儿 黄柳氏对毛琪说 儿媳杨青尚且在家 不如把灯吹灭歇息吧 毛琪却一点也不害怕 他告诉黄柳氏不要害怕 熄了灯没意思 儿媳也守空房的话 可以叫他一同前来行乐 杨青生性刚烈 素来痛恨沾花惹草之辈 毛琪的话让他觉得受了奇耻大辱 他当即踢开婆婆房门 闯进了房间之中 杨青怒骂毛琪厚颜无耻 但碍于婆婆的情面 杨青给了毛琪一次机会 让他赶紧离开皇家 否则就去告官将他抓捕 毛琪本是外强中干之人 见到好事被杨青撞破 当场吓得赶紧披了衣服 惊慌逃窜 婆婆的丑事暴露 觉得难堪不已 他认为这是杨青故意要出他的丑 于是对儿媳妇怀恨在心 为了出这口恶气 黄柳氏就百事刁难杨青 极尽苛刻之能事 想借此把儿媳妇从家中逼走 以免坏了他的好事 可杨青非但不走 反而多次在门口和墙外 阻挡前来找婆婆的那些男子 接连半个多月 黄柳氏的向好们 都没有能踏进皇家半步 黄柳氏气得蹊跷生烟 为了尽早把杨青赶走 他干脆上衙门击鼓告状 太原县令王奎生堂审案 为黄柳氏所告何人 有何情状就一一道来 黄柳氏说 他要状告儿媳 自从儿子死后 儿媳妇年轻寡居 却不守妇道 近来与门外汉子私通 败坏家门家风 恳请县令大老爷为他做主 管教大逆不道的儿媳妇 黄县令问 既然状告儿媳与人私通 那必然有私通之人 此人究竟是何人 黄柳氏说 登图浪子夜里来天明去 他不知道有几个 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虽然奸夫知名不知 但也不难查证 只要将儿媳妇杨青抓来拷问 一切圆尾便知 而媳妇杨青很快被抓到县衙审问 黄县令怒拍荆堂木问道 你婆婆状告您与人有私情 可真有此事 若真有此事就速速招来 否则将大刑伺候 打死无算 若奸情真如黄柳氏所言 则将被卖为官奴 所得因钱交给黄柳氏养老 杨青没想到婆婆竟然反咬一口 诬陷她与人有私情 她愤怒不已 当即指控婆婆黄柳氏恶人先告状 诬陷她与人有私情 实际上是婆婆与陆大和茅齐有私情 婆婆一听慌了神 连忙辩解说她是清白的 全是儿媳妇在血口喷人 儿媳妇杨青也不甘示罗 怒斥婆婆败坏门风还想诬陷她 想要将她逼出家门 以免坏她的好事 婆媳二人在大堂之上争吵不休 各执一端不肯罢休 王县令于是让牙翼拘捕茅齐 与陆大前来审问 二人来到大堂上后 都否认与黄柳氏与杨青有来往 并说柳氏与杨青婆媳不合 于是编造假话哄骗官府 望大人明察明断 王县令驳斥二人 一个庄子好几百人口 为何单单要诬告你们二人 苍蝇不丁无缝的蛋 你二人肯定不是良善之辈 否则他们婆媳也不会指控你们 毛齐与陆大听罢 不敢再继续争辩 推到一边低着头不说话 王县令又问杨青 他指控婆婆与人有私情 空口白牙是不能立案的 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才行 杨青于是打开随身带来的一个包袱 从中拿出了陆大的一只鞋子 和毛齐的一根腰带 杨青说这些东西都是他暗中收藏的 都是毛齐和陆大匆匆忙忙逃走时留下的 王县令见状 当即让牙一仗则 陆大与毛齐二十大板 二人被打得连连求饶 对杨青的检举怀恨在心 竟然临时当堂反咬一口说 他们与黄柳氏并无私情 而是与杨青有私情 脱破黄柳氏所言为真 毛齐和陆大在堂上 替泪横流的哭汗 王县令见状心中泛起了嘀咕 按理说两个素不相识的男人 不可能会同时指控一个年轻的女人 再说杨青比黄柳氏年轻漂亮 杨青私通毛齐和陆大的可能性更大 再有一点 腰带和布鞋这种私人的东西 一般不易弄丢 杨青说是在家里捡到的 这点就很值得怀疑 王县令思索一番后 认为杨青私通毛齐和陆大事实 被婆婆黄阳氏发现告到县衙后 她却反咬婆婆一口 王县令于是对杨青实施扎刑 也就是夹手指之刑 杨青双手差点被夹断 却始终不肯承认与毛齐与陆大有私情 王县令又对杨青轮番仗责 杨青还是不肯招供 王县令只好将杨青关入大牢 毛齐和陆大也一样被捕陆狱 杨青的娘家人得知她私通外人 并被关押进大牢后 深深为她的遭遇所不平 杨家人坚信杨青恪手赴道 知书达理绝对不是那种随便的人 所以杨家人告到了知府衙门 可是知府不但维持原判 还同意县衙将杨青卖为官奴 所得银钱给黄柳氏养老 杨家人不服继续上告 第二年春天 王县令调离 孙宗元调任太原县令 孙宗元自柳夏 浩长青 山东资川人士 据资川县制记载 孙宗元于清顺治十二年 1655年中进市 寿林进之县 先后担任过鸾州之州和思恩府同之 孙宗元智慧过人且清正连结 尤其擅长断案 同为资川人的蒲松林 曾经在辽斋志义里 记载了孙宗元破案的故事 孙宗元到任后 翻阅了卷宗后 认为此案漏洞颇多 而且此案没有第三方目击者 要断清此案很难 但是他毕竟是个很有经验的县令 而且断案很有智慧 孙宗元看了卷宗后 直草草审问了犯人一遍 随后就让衙医们准备专实刀锥 第二天审案时要用 衙医们听罢都面面相去 若要施加言行 情房之中各种刑剧都有 为何要找这些律法之外的破石烂砖用心 这些东西是朝廷明令禁止使用的 孙宪令却要用 这真的是莫名其妙 衙医们对此很不理解 但宪令的命令不得不遵从 于是只好去准备 第二天升堂 孙宪令端坐大堂之上 他说此案他已经略知一二 虽然司通的妇人不知是谁 但监夫却是明明白白的 婆媳二人应该是清白之人 只是上了监夫的当 被坏人引诱 才落下了如此名声 眼下陆大和毛琪已经被捕 压在公堂之下 这两个恶人就在你们面前 堂下备有石头砖块和锥子 你们可以当场将他们杀死 婆媳二人听罢 都犹豫着不敢动手 害怕失手打死人命 孙宪令接二人犹豫 便告诉他们 若打死二人他来承担责任 婆媳二人再也没有顾虑的理由 一同抓起石头砖块 就往跪在地上的毛琪和陆大的身上砸去 杨青满心怒火 这一年来的痛苦折磨 让他对陆大和毛琪恨之路故 他捡起大石头 恨不得砸破这两个恶人的脑袋 于是专挑大块的石头 使劲向两个恶人砸去 婆婆黄柳氏则双手巴抖 只挑一些小石头 朝毛琪和陆大的腿部和屁股扔了几下而已 孙宪令又让婆媳二人拿刀去刺陆大和毛琪 杨青拿起刀就冲上去刺 牙翼将他拦住 婆婆黄柳氏则迟疑不敢下手 拿着刀站在原地发呆 婆媳二人的表现 被孙宪令看得一清二楚 他当即贺令让牙翼对杨柳氏施行扎行 黄柳氏双手的指头被夹得血肉模糊 最终不得不承认了他与陆大毛琪私通 并诬告儿媳妇杨青的事实 黄柳氏还承认 他在庄内还有三个相好的男人 孙宪令按照黄柳氏说出的名字 提审了那三个男人 果然三人都承认与黄柳氏有私情 而作使黄柳氏诬陷杨青的人就是陆大 本来黄柳氏对杨青有些怨恨 但陆大在后来屡次来找黄柳氏时被杨青拦下 他从此对杨青怀恨在心 当陆大察觉黄柳氏怨恨杨青后 便唆使黄柳氏诬告杨青 以达到他泄愤的目的 黄柳氏有陆大的支持 于是就跑去县衙诬告杨青 后来陆大又和毛琪临场串通诬陷杨青 差点害死了杨青 幸亏孙宪宪令聪明能断 以这样非常规的手段破解了此案 否则杨青有可能被变卖为官奴 饱受冤屈而死 案子真相大白 按照大清律令 刑律犯监的规定 婆婆黄柳氏以通奸罪论处 杖则八十大板 虽然他诬告的罪名成立 但由于他的长者 所以只判处通奸之罪 判处杖则八十 陆大不仅犯监 还唆使黄柳氏诬告杨青 按律以谋杀罪论处 陆大被判处斩首之刑 毛奇和其他三个男人都以通奸罪论处 割杖则八十大板 并罚银使两作为惩处 胡乱断案 体察不明的前任县令王魁 知府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案子到此就已经结案了 但透过此案 却不难发现古人对待私通罪的态度 黄柳氏在丈夫身亡后 私通了五个人 而且为了避免儿媳妇坏事 竟然诬陷儿媳妇想将其变卖为奴 得到的银子供自己养老 黄柳氏诬告罪名成立 却案率不被严惩 纸杖则八十了事 陆大则以谋杀罪论处 斩首是重 当然不能用今天的眼光 去看当时的人和事 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 儿媳妇的地位是最低下的 这些苦命女子 就像商品一样任人买卖 几乎从出生那天起就任人宰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杨青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 这对他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当然 如果这桩案子发生在当代 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